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Pokke MMO 今次就教了一個比較進階一點的捉重方式 就是卡傷害 這個方式可以做到捉素材、刷閃和收拾垃圾 也就是用十方式收拾道具 現在教大家 首先呢 要準備一隻的柏奇荔枝 柏奇荔枝你可以跟回我的配置 就是性格要減特攻 性格減特攻 努力值就練六級特攻 血防 其他都沒所謂 然後呢 最重要最重要 個體值要0 最後柏奇荔枝要86的特攻 這隻的柏奇荔枝就OK了 如果可以的話 特性就做十方 應該就只有一個特性 不是 還有另一個淘寶特性 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來到雪花市 我們做一做一個測試 那就是呢 使用這個香甜的氣息 那就會引到五隻群怪出來 那五隻群怪之後呢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高速猩猩 對了 忘記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高速猩猩 還有高速猩猩 替身放電鞠俠斬 那其實替身和鞠俠斬可以不要的 那就只是換一招單體的輸出技能就OK了 好 那你看到呢 用我一次高速猩猩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一隻特別留下的 特別重淨血的呢 那這一隻呢 就是幸運兒 那這隻幸運兒呢 可能就是比較高一點的個體值 可以抵禦到 抵擋到這一招的高速猩猩 那你看到呢 如果紅血捉不到的話呢 其實是需要一招的電磁波 來增加捕捉率的 因為我懶了 所以我沒有學到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呢 它是不是真的擁有高個體值呢 是有V還是有U呢 那性格就加特攻減速 咦 那攻擊V 那很可惜呢 不是其他那些 那這個卡傷害竹素材的方式 其實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有缺點的 那就是呢 如果你用高速猩猩打 剩下一隻捉回來呢 其實主要的V都會圍繞著在血和突防方面的 那其他呢 就check不到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方法都有缺點 譬如你遲些捉到的功夫有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血和突防V 那其餘呢 就真的純粹好運才能捉到的 好啦 又捉到第二隻了 我們來看看第二隻究竟是甚麼品質 那就是加攻減特攻 咦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2V,非常幸運 防V是幸運才能出現,特防V是根據卡傷害的做法才能出現 當然可能有些人會問,除了功夫游外會不會有其他地方可以刷到呢?是有的 不過事先聲明這個方法不是我原創,而是另一個中國玩家去研發 我根據它的做法就做了出來 跟大家說說一點經驗,你看到它30L的功夫游,然後剩下12.3%的血量 我估計這個重一定是加了特防的,它的性格 等一下可以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加了特防 好,看看吧,性格看到加特防,那有沒有V呢? 很可惜是沒有V,但是有U,其餘都比較差一點 這個基本上就沒什麼用,因為U基本上就可以放生 OK,然後我們就去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就是主要刷閃,基本上都不會觸觸素材 因為那個地方呢,比起PC也偏離一點點 所以不太適合去刷閃 但是呢,都給一些人去看看 那就是這個不定型的蠟燭 好,來到之後呢,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個精靈的配置 跟剛才拍的你知一樣,你都要有另一隻精靈 那就是這隻38攻的幸福彈 38攻的幸福彈 努力值就餘下,完全沒有加攻的 1.5,加不到能力值的 然後攻擊就是13 如果你沒有13的話,其實你自己 自己可能計算到,弄到一隻38物攻的就可以了 那之後呢,技能方面就是重搭 重處電光速、地震和電磁波 電磁波也是一樣,都是用來為了增加這個捕捉率 你看到很多人在,大部分人都在刷色圍 但是呢,我們就測試一下這個 卡傷害,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卡到 那因為呢,由於重搭是物攻技能 所以呢,如果它有...譬如它有燭光靈留下 那證明它一定是防禦高一點 防禦高一點 那這次測試的就是防禦熱,不是特防 這次 好,那你看到呢,兩隻特別,有一隻特別高血 那我剛才說過,特別多血的話呢 證明它一定是有加防禦的性格 所以呢,我們會選擇 不要隻11.8,要隻7.2 不過呢,其實這裡觸不定型的素材呢 其實都偏向比較...不太好 因為呢,燭光靈的捕捉率其實是偏高的 偏高的 所以如果你搭配電磁波可能會好一點 不搭配電磁波呢,可能你要捕兩三個球 還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有燒傷這個問題 燒傷這個問題會減了你一個...物攻的傷害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好 好,那你看到啦 那你...嘩,你的雙U 那我第一隻呢,已經出了雙U 就是血和防禦啦 它才會抵擋到我一招的重疊 那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呢 因為這隻重呢,會燒傷啦 那所以你要第一隻呢,特性是有自然回復的 幸福蛋來...補償 對啦,不要用灼傷藥這些呢 慢慢不斷消耗錢的東西啦 那在最後呢,跟大家整理一下 那這個卡傷害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拆到色位,還有捉到素材,兩樣都可以 如果有十方呢,就可以做那個撿垃圾啦 撿到一點點的收入這樣 那而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呢 它除了血和防禦或者特防以外的V呢 它是沒辦法查到的 暫時現階段啦 速度有機會可以,但是...太麻煩了 不考慮 那所以呢,這個方法呢 只能捉到血防、特防、V的重 特別優秀的 好,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看看再拍些什麼的小技巧給大家 那希望這個技巧可以幫到大家,再見 好,謝謝